中情兄弟队迎接新队员在周末举办热闹的菜鸟日 所有的球员大玩角色扮演 像是旅日18年的林薇柱 他变身成了霸气十足的蓝灵王 面具一戴还十分逼真 而选秀状元郑凯文更是牺牲色相 他男扮女装当情的性感猫女 当火涂上的口红在彼此脸上留下爱的Jumi 象征菜鸟大团结 球员们大玩cosplay 不仅是带给球迷满满的惊喜 也成功博得了新闻版面 中细兄弟的菜鸟日 旅日18年的资深新同学林薇柱 换上精致古装变身超man的蓝灵王 戴上鬼面具大玩穿热剧霸气十足 学球状元郑凯文更是漏很大 黑色比基尼搭上紧身皮裤扮演性感猫女 一出场就博得满堂彩 相对老将黄清智扮演虎科船长威风凛凛 而王子安的另类梦露则是引来队友一阵狂笑 队友们大玩轻轻 甚至上演嘴对嘴接力 中心兄弟的菜鸟日真的玩很大 我今天被这样子亲的感觉 所以因为也是男生 所以没有什么感觉 第一次参加这个是蛮特别的 那也是蛮好的 球队菜鸟日球员们全豁出去 但怎么连造型也撞山啊 一样是男扮女装 犀牛队的菜鸟日棒球情人高国辉 早就扮过女神玛丽联盟路 胡金龙还cosplay美国队长 杨家曼妮更是好可上身玩疯了 女美14年的资深菜鸟郭红志刚加入师队 上个月才在菜鸟日变身超人 不同一身跳下水滑独木舟 变装啪人人有奖 台湾之官王健明也在阳鸡队的菜鸟日 换上短裙扮演啦啦队女郎 精英队的陈伟英也在菜鸟日 穿上大红旗袍装跟丝袜 球员们打完cosplay 报销有梗 不仅让球迷们看见 这些大球星们与众不同的一面 也成功制造话题 记者公关配如 加一博道